第七百三十九集 肯定是妖皇大人抹杀了那人类 你等投降吧 我可以向妖皇大人求情 只多只将你们扒皮抽筋 放心 你们死不了 他停顿片刻面露微笑道 当然那人类的情况 你得告诉我们 我们万妖天庭 岂是谁都能来攻击的 我们要抹杀那人类一切的亲朋好友 总之男的扒皮抽筋 女的可以先调教一二 玩完再杀 他的话语刚刚落下 一道冰冷的怒吼之声 竟然直接传来 你敢 刹那间 一道敏锐的剑气从远处飞来 好似流星坠落般 直接砸在白龙神将的身上 恐怖的剑气震荡四方 众人回过神来 白龙神将已经化作满地碎肉了 人类 那人类还未死 该死的人类 不少万妖天庭的神将反应过来了 纷纷提起武器 对准了剑气飞来的方向 但是他们还没有任何动作 又是数道剑气飞出 直接将十二位神将抹杀 其余神将害怕得不敢靠近 叶臣带着青剑妖皇从黑暗中 胆然自若地走了出来 立于妖皇宫殿遗址之上道 从现在开始 再无万妖天庭 主人 属下青剑 拜见主人 青剑妖皇化作人形 当即朝叶臣跪了下去 万妖天庭上下 屏入光明殿堂之内 主人担忧吩咐 青剑莫敢不从 青剑妖皇自然是死了 这些话也是叶臣操控身体说出来的 刹那间 万妖天庭一百多位神将蒙了 看向妖皇 这还是所向披靡的青剑妖皇吗 怎么会给这人类跪下 还如此尊称 主人 所有人更是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却发现 面前跪下的依然还是青剑妖皇 一瞬间 不少高傲的神将崩溃了 战无不胜的妖皇败了 更是把姿态放得如此之低 那他们算什么 蝼蚁 垃圾 亦或者两者都算不上 大部分妖 一个个眼神空洞地瘫坐在地上 信仰崩溃了 再无战意 只是淡淡地凝望着远处的夜尘 似乎这个人类 就是炼体之地的真正的掌控 拜剑王主 贺王主击败青剑妖皇 王主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功无不可 天文神将 凤凰神将 风云使者三人 带头率领诸多神将跪拜了下去 百战妖皇震惊地半跪着 凝望着夜尘南南道 击败了青剑妖皇 他的潜力和天赋 太恐怖了 臣服他 似乎是个很好的选择 他了解青剑妖皇 若是被夜尘天背后的人击败 绝不会甘心 现如今甘心跪下 必然是被夜尘天击败 前几日 夜尘天被自己打得金身碎裂 动用底牌才赢了自己 现在却赢了青剑妖皇 这个成长速度真的太快了 这夜尘天真的是人类 昆仑须似乎根本容不下这样的存在 血灵族也容不下呀 主妖听着 休整一日 我会率领你们回到昆仑须 夜尘立下命令 收服万妖天庭的事 便交给百战神将来做了 百战神将总管理光明殿堂的事情 当中以他修为战力最高 至于青剑妖皇 现在都成夜尘的战魁了 是不指望让他去处理事情 让他去处理 就相当于夜尘自己去处理 光明殿堂汇聚万妖 以前两大王主 百战妖王和昆古妖王 此刻都被贬为了神将 夜尘本想离开炼体之地 直接去华夏 但是却得到了血七叶的传声 血七叶让他在炼体之地再待一晚 这一晚有大事发生 夜幕降临 夜尘立于山巅之上 气息恐怖 他双腿盘坐 背后悬浮着一条道 似乎黄河之水 却又充斥着寂灭之气 仿佛会摧毁时间一般 赫然正是寂灭之道 只是这条寂灭之道 不过数十米长而已 距离三百米的巅峰之道 也不过刚刚开头 但夜尘已经逐步掌握这股力量了 轮回墓地中 莫宁儿的身躯 泛着一丝淡淡的光芒 血七叶看着莫宁儿 无奈地摇摇头 哎 本以为你和那世间的分身结合 就能摆脱消散 现在看来依旧不行 唯有让那小子找到那地方 救出我们 才能真正地活下去 当初在雪灵秘境 莫宁儿和莫家少女莫宁结合 莫宁本就是为莫宁儿而生 两人有极大的关联 甚至连模样都一样 这是莫家的后手 在莫宁儿的残念和莫宁结合之后 夜尘和血七叶都觉得 莫宁儿会以这种方式活下去 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 血灵族背后那些人的诅咒 和封印太强大了 甚至违背了天道 莫宁儿看了一眼血七叶 唯唯一笑 有些事情我们是逃避不了的 血前辈 你应该很清楚我们存在的意义 都是为了墓主而已 墓主现在虽然没有彻底觉醒血脉 也没有成长到那个地步 更无法抗衡 那个身处让无数强者恐怖的力量 但是我相信墓主能做的 他的存在便是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畏惧 他的存在更是要把这些人拉下神坛 莫宁儿的身影逐渐淡化 隐约地从真实的实体 变为了半虚影半实体的模样 莫宁的身躯倒下陷入了昏迷 现在只有莫宁儿那即将消散的神念 他的神念要撑不住了 血漆夜长叹一声 我有些时候怀疑 那小子真的可以吗 他身上的担子会不会太重了 算了 把那小子喊进来吧 想必你有话要和他说吧 数秒之后 夜晨便是从修炼中醒来 更是直接进入了轮回墓地 当踏入轮回墓地的刹那 他便注意到了莫宁和莫宁儿的状况 他眸子皱了皱 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莫宁儿 你怎么了 莫宁儿却是笑道 莫宁儿 我这道神念的力量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快要消散 估计是撑不过明天凌晨 夜晨一正 怎么可能 你和莫宁的身躯结合 怎么可能消散 夜晨显然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莫宁儿来到夜晨的身边 淡淡倒 牧主 有些东西 你我都无法抗衡 轮回墓地每一位大能的神念 都受到了那些人的诅咒 一旦觉醒 注定无法长存 牧主 谢谢你 这段时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也有幸和你走过 我相信 我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见面的 下一次见面 或许就是你我本体的见面 我期待这一天太久了 既然快要消散 我便传你一些东西吧 想必每一位大能神念消散时 也是如此的 他静静地看待着夜晨 没有畏惧 唇角却是勾勒出一抹笑意 我从苏醒到现在 看见从弱小到了强大 可能我是赶不上了 看见你灭了那些血灵族 不过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都会做到的 血前辈 莫宁儿常叹一声道 相助牧主是我们的宿命 如今我的任务要完成了 你和聂百贱也得迅速了 真身在受苦 我们作为分出的一部分神念 即便不为宿命 不为牧主 也得为我们自己啊 夜晨 十年不到便有如此修为 恐怕便是要那个境界 也不许百年吧 百年时间 与我们而言不过眨眼一顺 很快 我们定然脱离出来 莫宁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杀过去的 夜晨拳头握紧 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 停顿片刻载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次不是血灵族消失 就是我夜晨死 一年后宰了那些血灵族的畜生 我会亲自杀上九天 好 稚气不减 莫宁儿手心缓缓凝聚出一个冰色灵团 火然扔给夜晨道 在这里 有我对于大道的领悟 你都细细领悟修炼 我虽然没有灵清玄的医术 但我对于空间法则 同他们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这些东西给你 却算是传长了 未来你到混元境 会有极大的益处的 莫宁儿其实对夜晨是有好感的 但是他知道两人根本不可能 他只不过是神念一道 固然是神念 当他消散之后 一切记忆都会回归本体 或许他被困的本体 会和夜晨发生什么吧 他现在只想把一切东西给夜晨 夜晨成长得越快 两人见面的时间就越快 夜晨看着面前的冰色灵团 心中复杂万千 他本以为打破了轮回墓地的诅咒 可以让莫宁儿不消散 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 命运就是如此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的眼眸柔情却又坚定 离别又如何 消失的是神念 不是本体 百味大能的本体 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要做的便是不惜一切 将这些大能救出来 他手握轮回墓地 便是掌控了最大的底牌 可以对抗一切 但是他也知道 前面的路会是多么的痛苦和艰难 他更知道 自己要面对的敌人 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尽量 优优独播出